娱乐圈是一个人人都很羡慕和关注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男明星和女明星 只要是那些稍微有一些名气的人 都会受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关注 其实我们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明星本人 还关注他们的家庭 关注他们的生活呢 现在的娱乐圈真的是年轻的小鲜肉太多了 打开电视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陌生的面孔 这些陌生的面孔呢 无疑都是长得很帅气 跳舞跳得很帮的年轻人呢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比较喜欢的 还是那些曾经出演过好的角色 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的老戏骨呢 那些老戏骨里面 有一个叫做徐亚军的演员 可以说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我们都知道在电视剧里面 有时候为了剧情的这种发展 也为了演电视的需要 总是有一些人要扮演坏人和反面角色的 那么说到扮演坏人最厉害的就是徐亚军了 他曾经靠着一个反派的角色 可以说收获了很多粉丝 而且他在心里面低演技也是让人很佩服的 特别是他那双很厉害的大大的眼睛 可以说为他的角色增加了很多的亮点 当然了 这么帅气的徐亚军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也有一个很帅气的儿子的 前些时候 有网友看到徐亚军和他的儿子一起在马路上走着 好像要去哪里 他的儿子在他的身后 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的害羞和腼腆 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了他的帅气 虽然说他的儿子只是留了一个很简单的发型 但是人家因为脸诞生的魅力 所以依然特别的有魅力 很多网友都说他17岁的儿子 不仅继承了徐亚军的优点 而且还把他妈妈的优点全部都继承了过来 可以说他的儿子虽然还很小 但是基本样子已经出来了 比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小鲜肉都要帅气很多呢 他儿子的妈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 他就是何晴了 他跟徐亚军也是因为拍戏认识的 但是让我们感觉到遗憾的是 何晴再生了儿子以后没过几年就和他离婚了 不过呢 他虽然跟徐亚军离婚了 麻烦